小特最骚气的K球来了 最新的比赛 北爱兰公开赛 小特打疯了 强烈的低竿右赛 飘好了 这力量和线路的配合 太绝了 破百公尺打出这么一杆精准的K球 厉害 赛尔特这一杆歪太多了 小特已经到赛点了 中代的空就漏了 打完之后赛尔特立马把球杆换到了一边 自言自语 可能已经认为到 这一局可能要没了 赛尔特在上一次的提前认输 其实到现在还没有给出处罚的通知 应该是上一次在沙特对阵盘俊序 这场比赛小特一上来是打了三杆五十架 然后是一杆破百 现在破百数量已经到了一千零九 赛尔特是八五年的选手 目前到现在的话 只拿过一个排名赛冠军 应该是一九年印度公开赛 当时应该是击败的吕浩天 角度很大 好球 本球还有 好球 后斯诺并没有影响 这是刚才的装带 角度看起来很大 突然起我 小特最近的比赛虽然没有夺过 但是都打进了八强或者是四强 手感还算不错 昨天西行斯打了一个一百三十九 是昨天的最高分 结果今天就被小特给抄了 三十七 还可以去带一下球队 好球 震出来两颗 导播一直在给赛尔特特写 赛尔特和之前的楼屑 经常在私下里练球 关系也不说 之前还做过火箭的配列 就是脾气有点大 就是比赛的时候 私下里的脾气怎么样 还不知道 这是三十二进十六的比赛 八进四是前五 然后半战赛是前六 决赛是前九 最期待 刚刚是六十 然后总得峰是六十八 是因为赛之前 赛尔特的两次犯规 导播一直在给赛尔特特写 看起来很郁闷 有点不甘心 还是受到刚才的一件失误 直接把球羹放到一边了 赛尔特的性格也是很直接 不高兴就是不高兴 越来越快 越来越快 在赛点局 小哥打出了最强的状态 其实这场比赛 赛尔特的机会还是很多的 自己没有把握住 快破百了 看一下这一杆K球 超强的低杆又在 漂亮 潜心得都出来了 右手的双手位 修了一张右手 潜心得牵进去了 厉害厉害 打黑球 清台的话是一百四十一 漂亮 小特打球 好看 有准度 并且出感很快 两人之前在 土耳其大师赛决赛 交涉过一次 赛尔特的话 三比十输给了小特 并且还被小特 打了一根147 当时的心情更难受 四个 到了一个全台最佳位置 漂亮 最高分 一百四十一来了 不知道能不能拿到五千英吧 就看一下下面的比赛如何 这场比赛打得太强势了